国民小鲜肉 找我做你的副手对不对 驴子都能赢 嗨各位好我是卢卡斯 欢迎来到新闻随便看 最近这一周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一个蛮 振奋人心的新闻吗 就是所谓的赛莎迪 成立了Muda青年大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这件事情 什么你不知道谁是赛莎迪 好那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他这个人是谁 赛莎迪就是这一位同学 他是被社会称之为国民小鲜肉 与此同时也有另外一个封号 叫做低配版卢卡斯 哼哼没有错 你不觉得我跟他很像吗 我感觉他就是在抄我的 我出道的时候就跟大家讲 我是国际辩论员 然后他出道的时候也说 他是国际辩论冠军 这不是抄我吗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 是我们两个都有共同拥有 就是我们都是靠脸 靠着帅气来吸引人的 明明这么多才华 但是我们就是偏偏用自己的外表 来征服大家 所以他就获得了一个封号 叫做低配版卢卡斯 我和他之间的差距 大概就是他遇上了马哈迪 然后我 没有马哈迪 我遇上了你 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子 大家都知道赛莎迪 一直都是马哈迪的一个小跟班 然后他之前创立土团党的时候 就让赛莎迪成为了他的青年团的领袖 然后到最后土团党 我相信大家稍微有点基本常识都懂 他被国阵 就是被慕尤丁政府给夺权之后 土团党的这几个人就非常可怜 马哈迪就携带着他的七位好朋友 就成立了另外一个党派 叫做本壮斗士党 斗士党成立的第一天 就是他们新闻发布会 你可以看到他的背景当中 还有赛莎迪站在最旁边最角落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站在最角落 赛莎迪就觉得 我长这么帅 你怎么能够把我排在旁边呢 于是赛莎迪当天就没有出席 然后所有人就议论纷纷 到底怎么回事的时候 赛莎迪突然间就写了一些意味深藏的 这个帖子出来 比方讲他在脸书就写 年轻人不能够再被称之为 是未来的领袖了 就是我们不是未来的领袖 我们是现在的领袖 如果不是现在那更带何时呢 这个帖子一出来之后 所有的评论员 媒体人员就纷纷猜测 是不是赛莎迪跟马哈迪不一样 感觉他是不是在讽刺什么 还是说他有更大的野心之类的 大家不知道 然后第二天他就发了这个 他跟杨美银一起合照的照片 他写 Mua Dambakri 因为这两个地方很靠近 United 他就讲说杨美银因为获得了机会 所以他就可以做很好的事情 Amazing things 大家就在猜测咯 什么意思啊 你是不是在讲马哈迪没有给你机会啊 蛤 哎呀 马哈迪提携你 让你成为低配版卢卡斯 你还这么不知足 你是不是想要成为高配版卢卡斯 不可能的啦 我告诉你 虽然你有胸肌 我没有 但是我有鸡鸡 你没有 哎呀 哈哈 然后他写 We need more youth in politics Not all this fighting for power 哇 这句话就是直接对马迪开炮了 就是讲说他不想要再像这些老人家这样子争权夺势 他要做一些Amazing things 然后呢 9月17日啊 他就上电台了 然后他被问到西蒙执政不到两年就骤然倒台的时候 他给出的原因是 他说因为老人们在内斗以及他们互相不信任 才导致所谓的西莱登政变行动 他补充说道 我不会小气到企图让你坐牢 或因为讨厌你而企图让整个政府倒台 他认为这种局面是难以置信的悲哀 然后呢 这个塞察迪他还坚持讲 哎 自己不会成为青蛙 不要转去国阵的这个阵线 我这支影片播出来的时候 安华可能已经变田失败 或者是变田成功 我在想说 那这次你会不会跳回来呢 然后呢 接下来塞察迪就开始 像电影这样就开始放一些trailer出来 宣传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宣传片 还是挺不错的 然后还发布了一个志愿者表格 讲他要这个众筹拿钱 因为他不想要跟财团拿钱 靠卖T-shirt来抽钱 哇 连众筹这一点都这么像我 OK 然后最后呢 塞察迪果然就成立了新的政党Muda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网民们 尤其是马来同胞们的反应吧 你看这个马来同胞写英文 YB就是我支持你 然后也有一些华人也是非常的支持的 马来人也是觉得说 未来我们的甘纳甘纳会成为我们的领袖 总体来讲 我们自己去翻他这些脸书下面的评价 都还是不错 但这也有可能是因为说 这些都是他的粉丝 比较像我们的粉丝都是支持我们 他的粉丝也是支持他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还好 没有太多可以去窥探马来社群 对他的态度的空间 然后呢 他的博乐 马来帝就站出来讲 塞莎迪的Youth Party Wound Success 就这样 我的党才是最屌的 塞莎迪的党是没有办法成立任何东西的 然后塞莎迪就 我们这个非常谢谢你 客套客套的回应了他的恩师 OK 然后戏剧性的一幕就出现了 就是大家知道国阵里面有一个人叫Nazirin 就是那个跟林冠英很好的前旅游部部长 然后Nazirin就在某一次的采访中 他就讲 塞莎迪的政治理念是不可能实践的 too young too naive 像阿娇这样天真 然后他说 你会赢啊 根本就不是因为你是什么青年领袖 而是因为你背后有很多的盟友 他之所以可以赢啊 那么驴子都能赢 意思就是讲 你是靠马迪背后的靠山 不是你真正自己的 很好笑的地方是什么 然后我们去看下面的留言 下面的留言就有人讲说 Nazirin之所以会这么明白 就是因为他就是那个东西 他就是靠他背后的这个团队来赢的 他自己就是那个东西 然后也有非常多的人就是支持这个塞莎迪的 甚至是有很多人在下面是跟塞莎迪 索要加入穆大的表格 结果穆大上线了48小时之后 就有收到了多少份报名表格 有1万份报名表格 这其实还挺多的 1万个报名表格之后 他DMuda的官方脸书上面就写 Durima Cassette.3 就是笑这个Nazirin讲 然后有其实有1万7千 之后慢慢飙升到1万7千了 总之来讲就是Nazirin一开始看不起他 但是后来他们以自己的这个报名表格 来证明自己还是挺多人支持的 你们的看法是怎么样 你觉得这个Muda到底会不会成功 我在这里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来读一下下面的网络的留言好了 我们会发现其实塞莎迪还是挺获得马来人的支持的 比方讲他最近他就拿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学位 还有Scholarship 然后他就很开心的post上脸书 然后你可以看到下面的留言 马来人是写说Good luck 你要继续努力 你要让更多的Malame 你要成为李光耀的眼中的进步的国家 然后还有人说希望他有机会可以当首相之类的 你会发现到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很年轻还是怎么样 大家对他还是充满希望的 那我就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他的政党什么时候才要再来找我 赶快找我啦 找我做你的 这个副手对不对 这个年轻有为 这个华人的脸孔帮你吸取华人票 开玩笑的 我是非常懒惰去做这种事情 Anyway 那这就大概就是今天的 这个整个Muda成立之后的前因后果 以及他的现状 不知道大家对塞莎迪这个人的评价是怎么样的 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好的 那今天的新闻随便看了 真的很短 我们就随便看到这里 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新闻 或者是你们想要会看 马来社区里面的还有什么样的议题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记得订阅按赞还有分享 我是卢卡斯 希望随便看着到这里 谢谢各位 拜拜